大家好 欢迎来到 BECOZE TV PEMIX设计频道 我是阿红 今天呢 让我来分享给大家就是 如何用我们之前在一天学一点用的工具呢 在AI NOB Illustrator CC上面呢 制作一款角色啦 这款是进阶教学 我会把教学影片呢 分成几段分成给大家啰 这次我们要制作谁呢 当然就是这次9月份即将上映的 Diffen King的小丑配分里面的恶魔角色 Penny Rice的Dancing Cloud 跳舞小丑叛逆怀使 这集呢会比较特别 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一集的影片呢 因为这一款这一个电影里面的 这个恶魔小丑角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仔细翻查了一番 原来呢它是以前电影呢 就是这个电影它其实是翻拍电影啦 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坏人的角色呢 Penny Rice的Dancing Cloud 这个恶魔小丑呢非常深入明星 相信它这个也是大家 童年小时候对小丑恐惧症的人 一个很可怕的回忆吧 这个Penny Rice的角色呢 它在电影中 新版和旧版之间呢 有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些改变 跟一些小改动 但是呢它让人家感觉到诡异可怕的一面 依旧没有改变 神出鬼魔的个性 可怕的笑声 跟它那个妆容则是非常令人不含而栗啊 我在这一集呢 打算就是用这个角色呢 来帮大家做一个AI技术上的小进步 让大家呢 诶 是更加熟悉 操作一些小工具的功用啦 在这集教学呢 影片会比较长 我会分成砍成几段的部分 教大家啦 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太闷哦 OK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 画这个邪恶的小丑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平常啊 分享给大家 我记得做练习的时候呢 我就会先找一些人要做 一些角色或是东西 我们来模仿做一些习作 这样子呢 接此来给熟练跟锻炼 我们自己操作软件的技巧啊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上手 所以今天呢 来分享给大家 我怎样操作软件呢 来学习画这款角色啦 OK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款Penivice的角色 现在呢 我们来比对看到呢 这新旧小丑这两款呢 旧版的小丑呢 它秃头的地方比较大 新版的就是中间都会戳毛了 OK 然后呢 应该比较容易抓到 然后呢 邪恶的效法依旧没有改变 只是新版呢 它就多了两条线 是不是 啊 它就在它了 就是从它的嘴角延伸出来 到它的眼睛直穿而上 因为呢 非常期待这款电影的到来 希望看到它的真身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先来 OK 我们先画 就是 旧版的小丑啦 方法不做很简单 相信你有看了一天学一点的系列呢 应该不会太陌生吧 OK 所以我们呢 现在 OK 来开取 一个新的类的 底下这个类的呢 我们就当作是一个 参考啦 我们就锁着它 我们就会动到它了 OK 像这样子 我们动到它了 OK 所以我们直接用 钢笔工具 还记得钢笔工具怎么用吗 钢笔工具快速叫出 按P 然后呢 OK 我们就来 跟着这个照片 OK 看到吗 它的线条 我们来绘制 这个小丑的形状啦 为什么我会先用反射呢 先用反射的话呢 这样子 就可比 把我们 要的那个线条轮廓呢 这样子来勾勒出来啦 哎 这他妈的 这补镜看得很讨厌耶 不要笑啦 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 看恐怖片的人来的 因为我老实说 我也是蛮胆小的 OK 这样子遮了一半 也是很恶心两下 有没有 你们是 有小丑 小丑恐惧症的人吗 我倒是没有啦 不过如果是真的出现在面前 我应该会喊 呵呵呵 哎 呆胆小了 怎么办 OK 好 如果你也是对 小丑 恐惧症 一样的 朋友们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OK 现在呢 把他的脸给画出来了 OK OK 帮你遮起来比较好 呵呵呵 我们吃脸再画点 OK 过后呢 我们再把他的头发给画出来 头发嘛 其实我们就不用太复杂 只需要一个大大个的 Eclipse 2 我们把他的这个外观呢 先叫出来就可以了 两抽毛 把他的两抽毛给弄出来 OK OK 一样呢 OK 像我刚才的动作呢 只是快速的用了一个那个圆形工具呢 然后用Ctrl 然后Tunner的方式呢 把它给拉出来啦 OK 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上面这抽毛给放上去 这样子呢 就OK了 我们把他的这三个很可爱的头发 换成红色 后呢 OK 我们把他用这个Shape形状工具跟他 加在一起啦 这个呢 是非常吃蛇的功夫 希望大家不要学哦 没有啦 不是吃蛇啦 就是 简单快速和方便的方式 喂 怎么了 OK 现在看到他的头 也是蛮可爱的嘛 OK so 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颜色的这个地方呢 给关掉啦 OK 好 我们尽快给他做好啊 不然你们就要睡觉了 我会知道 其实教学影片 你懂了 OK 废话我会剪掉 OK 现在我们要做他可爱的鼻子啦 一样呢 我们开始用他的那个 形状工具 画圆圆的鼻子 画圆圆的鼻子 画出来了 过后呢 我们画他的那个 眉毛嘛 其实眉毛呢 我们画线条呢 教大家一个小秘诀哦 线条方面呢 我们其实就是 可以用 在钢笔工具 那个stroke 线条工具里面 有一个 很厉害 很方便用的功能哦 OK 像这样子呢 我们把线条画出来了 过后 我们来到stroke这个部分 我们换成圆边 把线条加出 可能5吧 过后呢 我们先按出来 过后呢 你选回这条线 你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可以做 他的粗细的调整哦 OK 如果不是很理想的话呢 如果呢 我们画了他的眉毛过后呢 可能觉得 诶 他的那个眉毛的方向 粗细怎么到 其实没有问题的 我们只需要呢 来到这个stroke的这个部分 也是可以交出这个窗口哦 我们只需要这样子 选择flip along 这样子呢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那个线条 他的粗细方向呢 他就能够简单的防转啦 OK 是不是很方便呀 OK 这样子 可能不是很像 不过我们这是做个小练习 给他给大家看看哦 OK 同样的 我们把眉毛 copy 可以转转后 放置他相应的位置上 粗细都是很一致 我们要调整他的幅度 跟他的关节处 就可以啦 OK 如果呢 我们觉得说 那个 眉毛的弧度呢 不是很理想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 根据这个节点 来选取 我们要的这个彩度啦 OK 可以把他关掉啦 OK 大致上是OK的 过后呢 我们可以画出他的眼睛 他的灵魂所在 OK 把他的眼睛也画出来了 同样的使用钢底工具 我们先把他的 那个眼睛的 眼神的 那个外光 也画出来 OK 我们L2L的那呢 可以把Pen2这个地方呢 也挺关掉 OK 这样子呢 可以直接快速的画去哦 OK 同样的 我们可以L2L Cocky Pants 反转这个工具 把它给 带上去 可以看到 左边的眼睛比较小一些 我们可以跟他缩小后 放着 拉长鞋就可以了 眼睛一大一小 比较有血厄的感觉 现在来分享给大家一些小密集啦 OK 比方说我们要 快速 画取重复单一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缩小的话呢 只需要来到这个 Object Pap 然后呢 Offset Pap 这个功能呢 它可以 把我们同款的功能 跟他缩小 再缩小 OK So 我们来到 Offset Pap OK 如果是 数值呢 以 不是部数为主的话 它去扩大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做小 So 东西就会这样子啦 OK 这是一个 偷师傅的小技巧啦 但是我们呢 要 快速画取的话呢 只需要 OK 好了 入大就行了 我要讲对吗 OK So 一样使用 钢皮工具 把它 画出来 第一个眼睛 然后呢 第二层 OK 和他的第三层眼睛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